本视频由游戏机使用技术提供 2020年滚蛋了 长达一年的单身生活终于过去 然而下一年的单身生活立刻到来 在这愁云惨淡的一年里 相信就算是处于世上少有的疫情净土 国内的玩家们也会感受到一股 由生活环境和日常习惯的变化 带来的压抑感 幸好对于玩家来说 快乐并不难得 更瞄的是 疫情期间大家肯定也会 囤上好几大卷纸巾 再搭上好几箱营养快线 加上奉旨居家办公学习的生活状态 你们觉得自己的麒麟臂正在发烫 其实那是来自于命运的召唤 在那些点燃爱的火花 浪费只将资源的时刻 投射在我们脑袋当中的 都是哪些五光十色的身影 在开诚布公的交流切磋后 我们终于定下了这份充满了诱人气息的名单 不敢说包罗万象 能拿起来就是干 但也绝对够泛用 可代表主流品位 而更重要的 当然还是符合角色美味 本次十大角色一如既往的部分名次 只以角色对应作品发售时间排列 另外部分角色的介绍当中会涉及少量剧透 对此比较在意的观众 在看下去之前请三思 凤凰之色 而随着最新作的发售 本作的主角 玩法以及剧情风格 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而其中最大的变化 莫过于玩家终于可以操作一命 可以战斗的女性角色 那就是向田沙蓉子 作为万绿丛中的那一点红 她出身于底层 自身职业背景的特殊性 使得她既有着不同于一般女性的狠劲 也能设身处地地 为同样处于底层的同伴们着想 她能手持皮包 在大街上狠狠奏飞不怀好意的敌人 也能在吧台上和异性同伴们谈笑风生 在强硬独立 争强好胜的女强人底下 她还是一位关心家人和同伴 感情细腻的女孩子 正是这份刚柔病重 让她能够与同伴们肩并肩 平等地站在一起 当然除了内在的吸引力 作为曾经的女公官和后来 以及乐园店的妈妈桑 沙蓉子的外在也是魅力十足 不但有着一双曲线优美的白腿 脸不见膜在如龙系列中 也是罕见的高水平 言行举止当中除了泼辣 也带着魅惑的风尘味 著名美人声优正伟上班锦 对她升线的精彩演绎更是令人难忘 新的人中之龙春日一番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而对于人中之凤沙蓉子来说 也是如此 魅惑之策 环 出自死祸生6 死祸生系列向来盛产美女 尽管角色阵容中也有损龙这样的顶级猛男 但依然无法摆脱阴盛阳衰的局面 所以后来推出了紧线妹子角色登场的奶排系列 自然深受广大老色批的好评 而系列在2017年和DMM合作推出的夜游 死祸生极限沙滩排球 维纳斯假期 不仅收录了游戏中的众多女性角色 而且还陆续推出了不少原创美女角色 这其中人气最高的一位便是环 以至于在2020年3月 她以DLC角色的形式 正式成为了死祸生6的可使用角色 环是一位有着墨绿色短发的成熟女性 身段苗条柔美 言行举止充满了大人的味道 上尾虽然在山头林立的DOA中不算出挑 却胜在大小得宜 恰到好处 加上眼角的美人质和带点小恶魔感觉的挑逗神态 如果你是一名资深二次元爱好者的话 想必能从她身上看到某位叫疯的偶像的影子 环最早是以泳装模特的身份出道 后来转行成为了一名时装设计师 可能是职业使然 她一看到漂亮妹子就忍不住要上去丈量一下三维 其场面之热辣火爆足以让男性玩家喷血 环虽然在夜游里完全没有展现出武术天赋 但作为一位外貌引人瑕疵的迷人女性 学习和气道防身也是非常合理的 只不过由于天赋太高 以至于很快便达到了大师级别 于是接到了DOA大赛的邀请函 改穿格斗服的环在格斗场上的表现也依然夺目 能和各路高手打得有来有回 不由得让人感叹 难道打排球的妹子都是怪物吗 要知道在那个沙滩排球夜游里 像环这样的原创美女可是还有九个 出道死祸生食都足够了 百变之色 吉他 出自碧蓝幻想vs 在即将迎来运营七周年纪念的碧蓝幻想里 魅力十足的女性角色可谓数不胜数 每年角色人体排名的激烈竞争足以说明一切 不过在女性角色中始终有一个积压全方的规格外存在 没错 她就是碧蓝幻想的女主角吉他 和男性主角古兰一样 吉他其实是游戏中女主角的默认名字 作为玩家在游戏内的代入对象 没有台词和配音的吉他 原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存在感 他的初始形象和早期职业例会 也只能用朴实无华来形容 然而随着游戏中追加的职业种类越来越多 再加上sidegames画师们的鼎力创作 吉他在游戏内的画风也愈发成熟 其外形和身材更是让玩家明显感受到了 女大十八变 战士和士兵的狂野 异贼和畜行人的妖艳 剑豪与骑兵的撒爽 黑猫的可爱和摇滚歌手的叛逆 荣光剑士的高杰和一生的黑丝诱惑 甚至还有不良太妹等等 种类繁多 风格各异的职业外形 再加上众多节日和特点皮肤 让吉他成为了一位风情万种 千姿百态的百变小魔女 每一位玩家都能在游戏中 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吉他 另外尽管《碧蓝幻想vs》初期11位角色里 主角的位置被男性主角古兰所占据 但在玩家们的强烈呼吁下 吉他还是以DLC角色的身份 在游戏中堂堂亮相 继续在格斗的舞台上 展现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相信感受过他的矫健身手 和动感十足的神态后 大家也会更加期待 和他在《碧蓝幻想relink》中的载会吧 纯真之色 爱丽丝 甘斯巴勒 出自《最终幻想期》重制版 日式作品在人物设定上偏向唯美 是时至今日都没有改变的客观事实 但在众多日常当中 要说对唯美追求都极端的那个 绝对是盛产席剑吹俊男美女的SE 这种极端的追求 在承载着振兴系列口碑愿景的系列新作 《最终幻想期》重制版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但和仍然是枯燥乏味的帅着的克劳德比起来 这款作品当中的女性角色 则呈现出SE在追求唯美上的 日渐炉获春青 以因为某些角度神似蔡明老师 而风平受害的爱丽丝维利 那个藏经只能以有限的多边形建模和剧情对话 展现自己魅力的少女 在重制版中 以一种熟悉中带着陌生的感觉回归 柔和的脸部曲线带着一丝儿童般的稚嫩 然而在摆出端庄的神态时 又带着介乎于少女和大人之间的青涩成熟感 不同的观赏角度能呈现出不同的美丽姿态 足以体现出SE在角色外观设计上的深厚功力 除此之外 她的性格也得到了更为细致的演绎 言行举止纯真 却又并不娇憨 神而古灵精怪 神而活泼开朗 在哀伤和言不由衷时 甚至带着一丝神秘 那总让人想起初恋美好的清澈脸庞之下 藏着的却是一颗让人捉摸不定的少女心 这个爱丽丝还是那位追求着平凡生活 却因为血脉赋予的使命 而无法摆脱奇美命运的女孩 但野村哲也在重制版剧情上的野心 也让她获得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吸引力 到底跨越了时空限制的爱丽丝 是否会在后续的故事发展当中 在角色性格塑造和发展上 甚至是角色造型外观变化上 带给我们惊喜 相信在重制版第二章当中 我们就能一探究竟 然而问题来了 第二章到底啥时候卖呀 高快点啊 健康之色 地法 出自最终幻想期重制版 和哪怕是在重制版中 脸上带了点婴儿肥 身材也只能算是未来可期的爱丽丝比起来 地法可谓是出道即巅峰 虽然当年原本FF7里 因为建模表现力限制 加上人设整体片卡通话 没能体现出地法身为女格斗家的健美身段 但随着时代进步 和他在众多SE旗下作品中 以立体3D建模的形象登场 他对玩家的吸引力也是日渐上升 汗牛冲动的本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彼时SE在女性角色塑造上 还算不得功力大成 所以地法美则美矣 多少显得有点刻板 雪白大长腿 外加丰满上尾 还有带着肌肉线条的小蛮腰 最多只能算是领先了 韩国工业化量产偶像的审美十多年 而且早年的建模如果说 还能算是捕捉到了地法的青春灵动 到了一说最终幻想NT中 被交给Team Ninja塑造的地法 彻底变成了运动系Instagram网红脸 漂亮的过于精致 反而显得失真了 关键时候还是得让已经在唯美这条路上 走火入魔的SE来拨乱反正 重制版的地法抓住了他性格中的最大亮点 温柔 用更为柔美而甜静的曲线 来塑造出一张带着亲和力的脸庞 嘴角似乎总是暗含笑意 有着浅浅握残的双眼 平常清澈明亮而灵动 笑起来时却能变得默默寒情 足以在外表上完全对标他的人格 而在身材塑造上SE也另辟蹊径 在公司伦理部门发出了警告的前提下 放弃了过于古典的肉感和大胆裸露元素 用袖套和运动裤袜包裹住了地法的四肢 把过于服务观众的躯体线条改成了苗条中透着紧致感的活力体型 加上试探着道德边缘的乳量 让他在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健康美 既不会在色气度上过于直求 却又让人情不自禁的带入健身房单杠下的视角 欣赏他挥汗如雨的健身姿态 加上游戏中还为他安排了三套风格不一的变装造型 以满足老色P们天南地北的口味和癖好 让人禁不住感叹真有你的SE 配方改了个遍 还是能引来炮生一片 虽然圣剑传说三在设计上算是一个六主角故事并行的游戏 但其中却有一个角色 以压倒性人气而闻名 那就是风之王国洛兰特的公主里斯了 坚强正直的性格之下 却掩藏着顽固迷糊的一面 搭配上面对地理石所展现的母性关怀 让她成为无数男性玩家心中的纯情女神 而无论是转职成什么职业 云衬纤细的大腿和四路非路的相间 还有柔嫩雪白的裸背 都是丽丝永恒不变的外形特点 清凉的着装更是点燃了昔日一众绅士的创作欲望 所以与后来的亚斯娜 千斗五十零等人气女角色一样 当年丽丝也曾是威震一方的本子王 相关的同人作品在出版游戏发售后的25年间从未中断 不过与其本人的清纯温柔的特点相对应 其中也不发各种重口味题材作品 比如啊啊啊什么不能再往下说了 在2020年推出的重制版采用了3D建模 更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丽丝的杀伤力 有趣的是根据民间传闻来看 丽丝在初稿设计里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频入 后来考虑到宣传需要等乱七八糟的理由 又被Square修改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 不管是不是真的 真有你的SE 强悍之色黑寡妇 出自漫威复仇者联盟 虽然和近几年推出的兄弟姐妹作品比起来 漫威复仇者联盟蛮有槽点 但起码作为游戏里女角色颜值担当 这款作品中的黑寡妇还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 而且或许是为了和电影版的角色形成区分 这一版游戏里的黑寡妇采用了更为刚毅的脸部线条 加上请来了著名配音演员老拉贝利扮演这个角色 让其少了许多斯嘉丽约翰逊版的外纲内容 多了好几分谋昧该有的强悍 情感表达虽然并不直来直去 却干爽俐落毫不拖泥带水 吐槽自恋狂气质严重的钢铁侠师 更是一针见血直击要害 欲解气场十足 但要说更令人难忘的还是她的战斗身姿 结合了灵活致命和芭蕾舞般的优雅 有的招式既大胆又不显得做作 配合上充满了精干味道的女特工身材 没有了许多作品里黑寡妇的那种 特意去迎合男性幻想的魅俗 反而却凸显出了另外一种功气十足的吸引力 尤其是和其余几个要么暴躁 要么自恋 要么天然呆的队友站在一起 俨然有种带队大姐头的风范 要不是伟光正的如同正伟的美队 最后关头回归抢了一下风头 黑寡妇甚至可以说是这款作品里 剧情模式当中的CV角色 顺便一提和早期的角色人设比起来 最终版的黑寡妇整容还是很成功的 大家就不要再惦记着那张大马脸的黑历史了 百年之色 鹰帕 出自塞尔达无双 灾厄启示录 作为藏在系列多部作品中登场的经典角色 鹰帕这个名字想必各位老玩家们都不陌生了 旷野之西自然也没有错过这个角色 为了将公主的一句话转达给苏醒后的俑者 鹰帕在村子里苦苦等待了上百年 当玩家与其见面时 她已是皱纹满面 头发全白 但其实谁没有过年轻貌美的时候呢 就是这样一位体型娇小的老妇人 当年也曾是一位水汪汪的美少女 认真体贴的为人加上相近的年龄 让这位辅佐官成为了塞尔达的亲密好友 是公主与勇者背后不可或缺的一大助力 而除了惹人怜爱的交好面容 仁者般的装束和神官般的巨大发术 形成的反差也是一大注目点 驾驭分身潇洒战斗的身影 更展出了其帅气的一面 只能说岁月还真是一把杀猪刀 若能让时光倒流一百年 谁还不是个美人 不过让人在意的是 百年前的鹰帕与百年后自己的孙女帕雅 在外形外貌方面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虽然也可以解释为世代传承之类的理由 但KT你该不会是偷了懒 直接把帕雅的人设拿过来用了吧 成长之色 莱莎林·斯托特 出自莱莎的炼金攻防2 失落传说与秘密妖精 我们的一年和他的三年之气已到 拉个女人 毫不意外的戴着标志性的帽子 穿着短刀让人嘖嘖批判的热裤 露出我们已经见怪不怪 但依然会不自觉竖起大拇指的肉腿肥来了 初代故事三年后的村姑 莱莎林·斯托特来到了大城市后 在各种意义上都有了决赞的成长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应一下 不会吧 不会吧 今年十大角色里 又有莱莎 虽然我们有讨论过 让借个女人两年连续进榜 是不是有种那傻的感觉 然而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内部投票中 莱莎力压除了FF7 党政二人组之外的其他女角色 名列叹化 由此可见她的魅力 早已不需要任何理论证明 不做程序 无脑选就对了 说回游戏吧 除了日渐成熟的外在 经过三年成长的莱莎 内心也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与一代的急于证明自己和迷茫不同 二代的莱莎更加游刃有余 即使些微的自卑依然留存 但对伙伴无微不知的照顾 尽力使用炼金术帮助有困难的人 使得她无愧于系列主人公之名 成为了一名十分优秀的炼金术使 可惜的是 她在一代中 那些有点俏皮活泼的表现 在本作里收敛了不少 但第二次冒险中 遇到了可爱的小神兽飞后 莱莎所展现出来的母性 又让众多绅士淑女原地变成妈宝 非在告别时对莱莎喊的那一声妈妈 除了让玩家们感动之余 相信也让不少妈抱在心里跟着喊妈 三年前是活泼热情的顽皮小村姑 三年后是稳重热心的炼金术使 不禁让人期待 下一个数年后的莱莎 在可能会有的第三次夏日冒险里 还能有什么成长 只盼着游戏的分级还hold得住 不要一下子变成了C级啊 浪漫之色 朱迪·阿尔瓦雷兹 出自赛博朋克2077 相信刚刚在夜之城准备大展拳脚的各位V 在第一次体验超梦这种新奇刺激的技术时 目光都会被那名帮你进行调整的天才超梦剪辑师所吸引 清秀且还未完全退去稚嫩的脸庞自不必说 爽快地展现其娇好身材的暴露打扮 朱迪·阿尔瓦雷兹从外表上来说 无愧于角色的名号 当然 外在从来都只是角色魅力中抓眼球的那部分 真正迷人的元素还是他们的内在 朱迪那曲折的人生与感情经历 行走在黑暗之中却未被染黑的纯粹 共同塑造出了这名既天真又脆弱的魅力女子 从小失去父母 被同龄的孩子们排斥 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而养成了技术宅性格 内向的朱迪虽然对爱情相当主动 敢爱敢恨的他 感情经历却并不顺利 既因为目标不同 而与无子分道扬镳 又错过了朦胧且未道明真心的艾弗林 朱迪没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真正的幸福 即使是与玩家化身的V之间 也仅有一个结局能亏得美好的希望 金字塔之歌既是朱迪与V的一曲《浪漫练歌》 也是超脱叶之城的束缚 飞向自由的灵魂升华 赛博朋克2077是属于叶之城的故事 朱迪却并不属于那个欲望都市 所以V需要做出甘愿离开叶之城的选择 才能陪伴在他的身边 正是这种挣扎与遗憾 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朱迪的魅力 在经历了2020年的低迷后 许多人总会把希望寄托于2021年 似乎觉得日历一番 秒针一跳 世界就会大为不同 然而年月只是人造的定义 能改变人生的不是某个时间节点 而是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只是众生皆苦 而且苦苦不相同 何以为乐 鲁迅说得好 生活给了我一双老色皮的眼睛 我却用来寻找无限的美 虚构的美好存在 虽然不足以添补现实的空虚 却可以抚慰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 甚至于给予我们对生活的期盼 正如每年敲碗 让我们更新十大角色 也无法让大家在现实中脱单 却足以填满你们的游戏购物单 甚至还可以让我们 对本来毫无意义的2021 心生期待 因为这意味着又有一波角色 即将到来 让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时间 再见